空即時食 一個考離家事的全新問答遊戲節目 總共會有六場初賽 每場賽事都會有六隊同時進行比賽 在過程中,他們除了要鬥領高分 還要鬥領更多適空盲盒 令自己最大機會得到 可以開啟甲慢的鎖匙 獲得蓋輪比賽的Bonus獎金 初賽得分最高的隊伍可以進身決賽 換言之,決賽將會有六隊家居達人 同時進行對決 用他們的生活智慧 爭奪終極的獎金獎品 歡迎收看《康直時食》 今天大年初三,我祝大家新年進步 還有家事亨通 我祝大家家肥屋潤,金銀滿屋 今年農年,我祝大家如若龍門 好,今天看到我們的節目已經有福了 為什麼呢? 因為看我們的節目 不用擺放什麼風水擺設 所有的家居宜蘭一一解決 沒錯,因為我們不僅是一個問答比賽 更是一個關心你家事的資訊節目 內容走到你家裡每一個角落 所以在電視機前面的你 可以一起看、一起玩 還可以學到很多家居生活常識 我們的比賽有很豐富的獎金和獎品 保證大家玩得開開心心 本輯節目獎品非常豐富 其中包括 靜水特工送出PWGO沐浴過濾器 總值超過港幣60萬 Oweibo送出智能家居產品購物禮券 總值港幣54萬 CoinWatch送出瑞士名貴碗錶 總值超過港幣253,500 特倫蘇送出金牌純牛奶 總值超過港幣36,000 普洛士送出智能小家電 總值超過港幣36,000 今集我們的參賽者有兩對夫妻 黃先生、黃太太和阿誠Yanka 還有情侶檔Patrick思琦 阿安佩玉 先問黃先生和黃太太 看見她是美太太一名 過期了? 過期了 過期了嗎? 你覺得很好 對, 覺得很好 你唯一過期就是以前 她原來是老師 我現在也有去監考DSE 去補習, 去照顧老人家 做其他的平衡工作 因為我有地產牌照 我之前是配合雙科 我也配合學生 要不省錢, 要不省錢 要不省錢, 要不省錢 你看我們說這番話的時候 黃先生聲音也不聲音 表情非常認同 是嗎? 是否要怎樣做? 是嗎? 她叫我做什麼就做什麼? 你什麼最聰明? 都是… 你老婆最聰明? 是 你得知這個節目, 為什麼想參加呢? 因為所有家庭、家庭、小 都是由我來做 是 所以我應該會認識更多 她家裡不動 那不如你… 我們知道了, 男人只是嘴巴 但她有時候也會幫忙 什麼有事? 又是家庭 你女朋友給你面子 說你有時候幫忙就算了 對, 我已經回到家裡不動 她家庭的東西真的很幫忙 有些我不懂的東西, 我就會推她做 那些高的就是我 然後有些仔細的東西, 她就會給我做 我想問, 家事誰做多? 家事 兩個 兩個, 我分工合作的 那你也相信, 老婆馬上說兩個 那就是只有老公一個 對… 不過有件事很重要 因為她們兩個住村屋 是 家務比普通住的房屋多很多 做一些電器的東西 家裡最近做了太陽能板 太陽能板就不懂 廁所板也懂得裝的 很難得了 跟她的興趣一樣 喜歡在家裡做小小子 小小子 你們兩個結婚了嗎? 還沒有 你們兩個笑容是一模一樣的 對, 很有夫妻相 夫妻相, 很難得 我還不夠聽話 有什麼不聽話? 跟她做事做 做事做, 很男人 你問旁邊的那個, 是不是 他經常欠事做嗎? 一時一時 不, 原來你們拿著說話 有這麼多言愛之音, 真正確 問她有什麼缺點, 欠事做 你問我有什麼缺點, 我勤力 這樣也很相信她 所以我們最討厭的 還是問一會兒問題 看看誰真的會做 大哥, 我們不是有六對嗎? 還有兩對, 去哪裡? 去那邊 Patrick Sir看過的書 每一千本都有幾百本 墨水多就不用說了 加上廚藝高超的Kimi 你知可不可以把掌餘回家嗎? 好 你好… 你好, 菁姐, 我一看到很恩愛 是啊 你裡面等太久了嗎? 先說一說 你們最厲害的家居常識 第一個學的家居常識是什麼? 記得嗎? 我發現原來家裡 長期放三樣東西是很重要的 是, 梳打粉 白醋 還有檸檬 我全部都有放 沒錯, 這三樣東西很神奇 空渠也可以 是啊 不是, 我知道檸檬放雪櫃 可以除臭的 這個要問回廚藝老婆了 除臭老婆 我一說到飲食, 你怎麼搞的 就是她的範疇 我們就問Kimi 有機會贏了 不過你的對手不差 這堆厲害了 他們家裡帶, 誰都知道 但是說到怎麼帶你這麼大的頭鑊 他們又知道嗎? 立刻請他們出來 歡迎沈振軒和陳欣賢 今天我們兩對情人有一個特點 就是兩個房子很大 一個有花園的 要建築室的… 怎麼帶你這麼大的房子呢? 看見就做 那你不能閉上眼睛 不, 我家裡好像緝毒犬一樣 我會看到哪裡有頭髮碎 我會收拾 杯子歪了後, 我會走過去 再做好 要滿足她的完美主意 我會把杯子從對的位置 放到一個不對的位置 你算了吧 你很聰明, 她給她一個表演的機會 不是, 她每天都挑戰 我遞扇 好, 請就位了 看看誰的介紹真的才是最好的 劇本已經射好了 方法…原來是我們嗎? 是 第二、第三條回合才有用的 第一回合沒什麼用的 第一個回合就是選擇題 有五條關於家居的難題 答中有分 而我們題目的選項和難度 是會慢慢增加的 分數都會越來越多 在答完五條問題之後 最高分的那一對 就可以選擇我們的 適風盲盒 可以選多少盲盒 就看你們答對多少條問題 第一條是二選一的題目 答中就有100分 好, 第一條, 聽住了 根據電視機生產商的建議 假如梳化和電視櫃 距離1.2米以下 哪種的尺寸適合4K電視機呢? 好, A是65吋 B是75吋 1.2米, 即是一道門的一半 就是扶手那麼多 我半個人那麼高 我半個人那麼高 那你不是兩米? 你? 你要兩米高 你兩米, 現在很高 你兩米多, 我也希望他兩米多 那我三米也有了 打開大大大 如果電視機, 他像是一米多 其實真的有… 不算太短 不算太大 我兩個都覺得很近, 近也不要緊 生產商建議 是不是生產商想買大一點? 一致勝地, 全部都答A 好, 這樣又好 黃先生, 你知道我掩著頭有什麼事嗎 幸好是全部都答對 好… 因為我想答75吋 他怕你猜測題 1.2米很近 很近 對 我想是因為我們的題目 其實說明了是4K電視 因為越高清的電視 觀賞距離可以越短 對 所以為什麼才會1.2米 黃先生, 如果我給你改答案 改不改呢? 改不改 你太太猜測了 要不要奸笑… 要不要奸笑, 黃先生 好, 改就改吧 是不是打算改? 不是… 你問到老婆了嗎? 不准改 不准改 我很熟悉 不准改 很棒 為什麼很棒? 原來是家裡的相處 如果答案是否有一個選擇 你覺得A, 他覺得B是適合的 你們會如何合作呢? 如果是肯定的話, 我就… 如果真的不肯定的話, 當然是他 免得出事… 改吧 我支持你 我也支持你 對, 改, 沈子… 我打算改 好, 先問一下 今天沈子軒和Patrick 你是不是兩個都是選A的? 對, 我覺得可以小一點 可以再小一點 我覺得可以再小一點 真正的答案是… 答案就是A, 65吋的 黃黃先生 黃先生 沒事吧 真的聽老婆說會發達 真的 聽到嗎? 聽到嗎? 第二條努力一點, 黃先生 聽著 對付血、汗、油脂這些污垢 以下用哪一個清潔是有效的? A, 小梳打 B, 檸檬汁 這條是一條二選一 不過是200分的題目 所以大家要留心一點 我媽說的是… 蝸糖的當然是… 我也覺得會 因為沐嬌洗澡, 所以要選在逛 對… 然後洗碗也選逛 對 對 這次就很平均了 三對選A, 三對選B 先問Patrick老師, 你選B嗎 梳打粉通常是很頑固的污漬 才用到它 是的 我覺得血和汗和油脂 好像用檸檬汁已經可以了 真的? 血漬很難洗 是 泡一晚就行了, 檸檬汁 是嗎? 你好像連環擦手洗很多次 不是… 小朋友經常會流鼻血 好, 究竟哪個答案才對呢 答案就是A, 小梳打 因為這類污垢需要用到簡性清潔劑 小梳打是屬於簡性的 Kimi, 是否跟錯了老公? 我說是小梳打 待會兒叫喉, 你知道有什麼事了 是 跟老婆說 現在… 現在叫喉… 之後要遲碼喉 接下來是一條三選一的題目 答中了, 會有300分 是, 聽住了 一張皮放在陽光之下, 曬了一段時間 會散發出一種獨特的味道 有些人很喜歡, 覺得很香 很香 很香 原因是什麼呢? A, 明白 A, 陽光破壞了棉纖維裡面的結構 然後發生化學作用的時候產生的味道 B, 因為臭氧化這種化學作用 產生了味道 C, 陽光殺死了滿蟲 因為蛋白質破壞之後產生了味道 好, 你讀化學筋 你讀化學筋 我記得的, 但應該是C 我相信你的… 這次大比數有四組都選B這個答案 一聽到很多人選B的時候 貝如的表情有點奇怪 為什麼呢? 貝如, 誰決定選C的呢? 他… 怪不得了 我純粹覺得其他不是 不是, 他有分析過 A, 因為棉花是生出來的 是 如果太陽照到棉花破壞結構 那也不會有棉花這種東西出現 B, 說明是臭氧 臭氧是真的臭的 C… 臭氧不是代表臭的 大家聽Franck也有人不是臭 所以要教你 臭氧也有點臭… C, 就是蛋白質 它燒焦了 即食物, 煮熟後也有香味 是 就是這樣 真是一個很太太的想法 是, 即是是主婦的想法 答案就是B 這種臭氧的化學醋 就會產生香味 我坐在前面了 對, 坐在前面了 不知可以振呼缸 振呼缸, 是 其中一個原因是 因為臭氧在紫外線照射之下 它就會分解 對, 多了一個養的分子 令有機物就會變成氧化 而氧化之後的有機物就會有香味 好, 代表下一條 這條是一條400分的題目 也是三選一的題目 又難一點了 雖然有一組的分數相當低 就是沈振軒… 我們要加油 單是100分 但如果這條答對 有400分的話 立即500分就可以了 對, 好 好, 好, 聽著 根據廠商的解釋 用石紙包著食物去煮食的時候 應該哪一種向外面呢? A, 是光面向外 B, 雅面向外 C, 無所謂, 兩邊都可以 好 光面裡面有煮食可以散, 四個裡面 對… 你很厲害 好, 剛才是C, 兩邊都可以 據廠商解釋的五個字 是否重要? 重要的 重要的 官方答 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我們用官方答 你有沒有燒東西吃? 有 想想 我有想過了 但是據廠商 我覺得不關事 是嗎?不關事 自己想吧 剛才選擇的時候 我看Cherry好像掩著額頭 怎麼了?不相信她嗎? 不, 我們剛才說是這個 好 是決定的, 我們是兩面都可以 我覺得如果不是兩面都可以 就是廠商的不對 廠商問題 我想說, 你這個想法跟我一樣 是不是? 我覺得如果兩面都可以 也是廠商問題 所以我不選擇 對 想法一樣 但是答我不一樣 答我不一樣 好, 究竟誰是對的呢? 聽著吧 答案就是… C, 兩面都可以 當然是… 神啊 立刻追犯的方法 像廠商這樣說 我們只是跟廠商而已 但有沒有解釋 為什麼有令面和雅面? 是有的… 是因為關於製造過程 因為當石子經過重型滾輪的時候 如果接觸到滾輪就會拋光 變成零面 沒有接觸到那邊就變成雅面 對, 就是這麼簡單 廠商很厲害 因為我覺得下方多了 沒關係, 下次四百分而已 對 沒關係, 下鐵了, 行了 接著這條呢 這條就厲害了 一條開箱的四選一題目 答中的話, 會有五百分 立刻看看開箱專員阿Boo示範給我們看 你好, 我是阿Boo 這次要開的是這個箱子 鐵來的, 哼哼腥的 一點點重 一塊而已 其實又沒有想像之中那麼重 鐵很明顯, 要不就不鏽鋼造 沒理由用來磨刀的 有點像承著炆香的東西的底 留意一下, 這個並不是單純的圓形 外面還有三個煎角 好, 那這三個箱子用來做什麼呢? 難道用來刺穿的東西嗎? 它有個名字, 叫做Cocu Cocu君 Cocu Cocu君? 來自日本的 名字這麼有趣 難道跟它的用途有關? 究竟這個來自日本的Cocu Cocu君 它是可以解決什麼的家居難題的呢? 好, 就是這個 有幾個讓你選擇的 A, 是打開椰子 B, 是分離蛋白和蛋黃 C, 是雪櫃有異味的時候 放進去 放進去 D, 是煮麵的時候 滾舌的時候用它 你怎麼看見的? 12元D 蛋黃蛋黃 因為它是日本 日本人最喜歡玩這些小細節的 真是, 所有什麼都出來了 有四對都很一致, 選了B 而另外兩對就選D, 多的 這麼特別 對, 那兩組 Patrick和C, 為什麼你選D 我先挨口 挨口, 你沒學到東西 C, C C, 你移前, 到你回答 因為如果A, 打開椰子 用不了這塊東西 對… 應該開不了 B的話, 蛋白回來又太淺了 對, 到C, 雪櫃有異味 我覺得… 這堆沒可能 所以一定是D 好, 好 究竟是否呢? 我們一起看看答案 原來Cocu Cocu君 是用來煮麵的時候防止滾舌 我現在會為大家煮兩次麵 第一次我不會用Cocu Cocu君 A Phil's moment later 終於滾了 通常我們煮麵的時候 萬一走開了 麵就很容易滾舌, 對吧 滾舌了, My God 對了, 所以通常煮麵的時候… 不要走開了 你看到, 剛才短短46秒 就滾舌了 所以我這次會示範用Cocu Cocu君 A Phil's moment later 看到了, 已經水滾了 但是因為Cocu Cocu君的原故 就壓制了水滾 煮麵的時候會滾舌 是因為裡面有澱粉質 在加熱的過程 澱粉質會出來, 形成感密的結構 把滾水的氣泡困住在裡面 水泡走不了, 焗著焗著 越積越大, 最後就會爆出來了 而在煮麵的過程, 加入Cocu Cocu君 就可以破壞澱粉質組成的結構 水泡可以自由流動 那就沒那麼容易滾舌了 只有一秒 剛才46秒已經滾舌了 Cocu Cocu君真心有料 恭喜D的朋友 你們可以加500分 看看第一回合的分數 佩儀和安只剩300分 要努力吧 Patrick、Cocu君取得900分牌第二名 而第一名的就是取得1100分的 王生、王師奶 本回合他們成功答中四條題目 還取得四個盲盒 王生、王師奶分別選了 二號、三號、十二號、二十號的盲盒 看起來獎品也不錯 其他人第二回合要加巴勁了 還沒那麼喪失鬥志, 也是靠我 瘦皮 真實嗎? 加油, 我喜歡你, 老婆 好 第二回合來了, 就是動作題 而這一回合會有三條題目 分別會由一隊的嘉賓隊 對戰兩隊的素人嘉賓隊 在第一條和第二條分別勝出的隊伍 就可以進入第三條題目 進入一個一對一的戰鬥 在這個回合 每條題目勝出的隊伍 都可以獲得300分 由嘉賓去選對手嗎? 很小事而已 選我們就行了 有所謂而已 動作我們這年多大, 機器壞 骨頭皮膚脆 我已經決定了 你… 黃三、黃太太 為甚麼選他們 因為他們很厲害 所以要打擊他們 沒錯 好 我一定要打擊他們 我們選對手最斯文 旁邊的兩位 好…Patic仔是嗎 Patic仔 動作是第一題 由沈振軒和陳欣賢出戰 他們很大膽, 向黃先生、黃絲拉挑技 加上佩儒、阿安 究竟這場戰爭, 誰會贏呢? 好, 第一條題目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信心? 絕對有 你還會選一對最高分的黃先生、黃太太 激倒? 是, 這麼說 自信爆炸的 是 不過這條題目 我覺得如果你平時有裝組的傢俬 可能也是幫到你 平時裝組的傢俬很容易 都會轉穿牆 是 轉穿板 是 但這時候我們用一個萬能膠 再加一點東西就能夠解決 是 沒錯 所以大家看到桌上 已經有不同的道具可以讓你們選擇 用來混合超能膠 來填補木板上的洞 填補後, 轉螺絲下去 還可以拿起來 如果板不掉下來就為止成功 試是不是可以試? 試, 是可以 你覺得哪個機會大? 這兩樣機會大一點 我覺得粉狀 準備好了, 一、二、三, 開始 好, 每個人都要嘗嘗哪樣 粉只有三個, 不可以混合用 蘇打粉… 反而要試 沈震天想逐個試 反而他先試奶粉 這個呢? 這裡? 對, 這裡 試完之後就馬上做了 整桌都是粉 沛兒已經開始填焦了 那邊轉螺絲, 黃先生 轉螺絲, 舉手 大家看, 先停手 這麼快? 好, 3、2、1 好, 成功 問問題, 三陽粉用哪一樣? 我試奶粉和鹽都不行 她試塑膠粉, 即是我們分高合作 就是說這次老公厲害了 選對 先贊他, 吃蛋還可以 擁抱他可以嗎? 我…我疼他嗎? 是 我疼他嗎? 隨便吧… 你幹什麼? 你做什麼?你做什麼? 你做什麼?你做什麼? 好…給你掌聲 至於到底它的原理是什麼? 我們交給博士幫你解釋 小蘇打加入萬能膠裡面 會令它更快乾和更堅硬 原來是因為萬能膠本身有 Cyano Acrylate 幫我們擠萬能膠的時候 空氣裡面的水分子 是可以令這些Cyano Acrylate 發生聚合反應 而令膠水鞏固 其實一般的粉狀物質 好像是麵粉、鹽或者是梳打粉 都可以令萬能膠更鞏固 但是梳打粉裡面有一些鹼性離子 它可以加快聚合反應的速度 亦可以令我們產生一些比較長的份子鏈 最終得出來的膠水就會更加堅硬 不好意思 什麼不好意思? 他在你面前, 不可以 大庭廣眾, 七百多萬人 你不夠快, 很明顯 對, 這麼快? 對 還沒動過 你還沒選擇麵粉 第一題的動作 提入黃先生、黃絲奶勝出 可以加300分 還可以率先晉級第三題 不知道下一集 另外三隊表演又會怎樣呢? 我們不需要答對問題 你不需要, 我們可以嗎? 聽清楚 先聽清楚 不要太大力拍攏我們這張桌子 Kilowatt hour嘛 Kilowatt, 我也知道 XL加大碼 XL加… Hoyer 什麼事? 酒啥 酒啃 氏 酒、酒 Investment Gobierno 酒樁 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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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